每年逾越节 他父母都上耶路撒冷去 等他十二岁的时候 他们按着过节的规矩上去 守满了节气 他们回去 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 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以为他在同性的人中间 走了一天的路程 才在亲属和熟悉的人中找他 既找不着 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过了三天 他们发现他在圣殿里 坐在教室中间 一面听一面问 凡听见他的人 都对他的聪明和应对感到惊奇 他父母看见就很惊奇 他母亲对他说 我儿啊 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做呢 看哪 你父亲和我很焦急 到处找你 耶稣对他们说 为什么找我呢 难道你们不知道 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 他所说的这话 他们不明白 他就同他们下去 回到拿撒勒 并且顺从他们 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 都存在心里 耶稣的智慧和神量 令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凯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 本丘比拉多做犹太总督 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 他兄弟菲利做伊图利亚 和特拉克尼地区分封的王 吕撒尼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 亚纳和盖亚法做大祭司 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 在旷野里 神的话临到他 他就走遍约旦河一带地方 宣讲悔改的洗礼 使罪得赦 正如伊萨亚先知书上所记的话 在旷野有声音呼喊着 预备主的道修植他的路 一切神瓦都要填满 大小山岗都要削平 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笔直 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 万有血肉之躯的 都要看见神的救恩 约翰对那出来要收他喜的众人说 毒蛇的孽种啊 谁指使你们逃避那将要来的愤怒呢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和悔改的心相颤 不要自己心里说 我们有亚伯拉罕为祖宗 我告诉你们 神能从这些石头中 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 万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众人问他 这样我们该做什么呢 约翰回答 有两件衣裳的 就分给那没有的 有食物的 也该这样做 也有税吏还要收洗 对他说 老师 我们该做什么呢 约翰对他们说 除了规定的数目 不要多收 也有士兵问他说 我们该做什么呢 约翰说 不要勒索任何人 也不要敲诈人 自己有良想就该知足 百姓期待基督的来临 他们心里猜测 或许约翰是基督 约翰对众人说 我只用水给你们施洗 但有一位 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 我就是给他 且鞋带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 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布袭 要扬净他的穀物 把麦子收在仓里 把糠用不密的火烧尽 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 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 西律分封王 因他兄弟之妻西洛帝的缘故 并因他所做的一些恶事 受了约翰的责备 西律在一切事上 又添了这一件 就是把约翰收在箭里 就是把约翰收在箭里 别害怕 别害怕 你会想要了解 终百姓都受了喜 耶稣也受了喜 他正祷告的时候 天开了 神父的祂可 圣灵降在他身上 形状仿佛鸽子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爱你 耶稣开始传道 年纪约有三十岁 一人看来 他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西里的儿子 西里是玛塔的儿子 玛塔是利贝的儿子 利贝是麦基的儿子 麦基是亚拿的儿子 亚拿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玛塔提亚的儿子 玛塔提亚是亚摩斯的儿子 亚摩斯是拿红的儿子 拿红是以色列的儿子 以色列是拿该的儿子 拿该是玛亚的儿子 玛亚是玛塔提亚的儿子 玛塔提亚是西美的儿子 西美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犹大的儿子 犹大是约亚拿的儿子 约亚拿是丽莎的儿子 李萨是索罗巴伯的儿子 索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 撒拉铁是尼利的儿子 尼利是麦基的儿子 麦基是亚迪的儿子 亚迪是哥桑的儿子 哥桑是以摩当的儿子 以摩当是尔的儿子 尔是约西的儿子 约西是以利以谢的儿子 以利以谢是约令的儿子 约令是马塔的儿子 马塔是利未的儿子 利未是西缅的儿子 西缅是犹大的儿子 犹大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约南的儿子 越南是以利亚静的儿子 以利亚静是米利亚的儿子 米利亚是麦南的儿子 麦南是马达他的儿子 马达他是拿丹的儿子 拿丹是大卫的儿子 大卫是耶西的儿子 耶西是俄贝德的儿子 俄贝德是波阿斯的儿子 波阿斯是沙拉的儿子 沙拉是拿顺的儿子 拿顺是亚米拿大的儿子 亚米拿大是亚民的儿子 亚民是亚尼的儿子 亚尼是西斯伦的儿子 西斯伦是法拉斯的儿子 法拉斯是犹大的儿子 犹大是雅各的儿子 雅各是以撒的儿子 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亚伯拉罕是塔拉的儿子 塔拉是拿赫的儿子 拿赫是西路的儿子 西路是拉乌的儿子 拉乌是法拉的儿子 法拉是西伯的儿子 西伯是沙拉的儿子 沙拉是盖南的儿子 盖南是亚法萨的儿子 亚法萨是善的儿子 善是罗亚的儿子 罗亚是拉麦的儿子 拉麦是马土萨拉的儿子 马土萨拉是以诺的儿子 以诺是亚列的儿子 亚列是马拉列的儿子 马拉列是盖南的儿子 盖南是以诺士的儿子 以诺士是塞特的儿子 塞特是亚当的儿子 亚当是神的儿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